就是看我其實是一種 就算言訊裡面傳的狀況 其實也不會真的怎麼樣 他不會 你只要讓他有一個出口罵人的話 其實他容易平復 我還是要他道歉我才會 不然我沒台階下 所以旋轉的那一次 他有跟你嚴重的道歉嗎 有 而且他很過分 他先在微博上道歉 我不要臉 是不是 你把他當作工作的力 沒錯 然後就把自己當作很可憐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 就妖魔化 我感覺好像是一個很壞的那個 主要就在你可憐兮兮的這邊道歉 然後我就變成沒有辦法不原諒 我就只好 對 留言的都講說芬芬姐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走吧 你好 就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還有你的喉嚨 你這樣說 你真的說 好 然後我這樣說 就這樣說 我這樣說 你這樣說 不說 你這樣說